政府院长 各位同仁 本院委员 徐少平 江宁军 卢秀燕等17人的临时提案 我们看到这个要解救卡债主的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一直到今年4月11日子已经上路两年了 但是根据司法院统计 在清法实施到现在 各地法院公收到21,581件申请更生案 以裁定可以更生的有2,281件 等于每10个卡债主 顶多只有一个人有机会 透过在清法来迎接新的生活 所以金管会应该公布 最新的信用卡跟金融卡预期缴款的资料 让外界可以更清楚了解问题的癥结 并发挥监理机构应有的责任 去检视银行发卡和定价是否合理 避免卡债问题野火烧不尽 顺风吹又生是否有当 请共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